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丽痛是爱狗气的跟小美爆料 出轨男出轨的对象就是小花 当场绿帽了两个 夜里变异的海鲤们在屋外受到神秘力量的召唤 疯狂的大叫 出轨男觉得他们是在示威 气得把屋内的一只海鲤翻尸 扔了出去 由于小胖男伤势太重 必须送医院 勇者男刚被绿了 没心情待在这里 带着小丽和小胖男离开了小屋 开车去医院 剩下的三人把房间的门窗用木板盯上 后来才发现海鲤最上长的就是啃木头 就这智商基本是活不下来的了 另一头 勇者男带着小丽和小胖男去医院的路上 发现前面的路被堵死了 勇者男决定不行去找人帮忙 结果海鲤把书给坑到了 压死了勇者男 就在这时 猎人出现 一枪带走了海鲤 三人搭车返回林中小屋 发现门被钉死了 于是跑去隔壁邻居家求救 然而邻居家的人早就被海鲤咬死了 小胖男也突然便宜咬死了猎人 小胖男也突然便宜咬死了猎人 小丽笑得跑上了二楼 万万没想到房里还有个便宜的大妈 小丽走投无路 直接跳窗 镜头一转 小美来到小花的房间 脱掉上衣 慢慢的爬上小花的床 碎其一脸 霸道总裁的压住了小花 就在小花思考着 百合大法好不好的时候 小美的指甲开始变长变尖 牙齿掉光变成大黄牙 小花吓得滚下床 却被小美堵在了角落 出轨男及时出现 打怕了小美 但是小花跑到了一楼 在一楼玩起了 开心的打地鼠游戏 两人走投无路躲进厕所 小花想着反正都是要死了 不如死前来一发 出轨男高兴的接受了邀请 这时小美突然从地板穿了出来 震了个惊 两女一男在厕所竟做出这种事 小美目标直指出轨男的叮叮 一口啃了下去 加了点自然 巴唧巴唧的吃了起来 小花笑着逃离厕所 发现屋里还着火了 这时一辆卡车撞了进来 小丽活着回来了 但是小花逃出生天 很快天亮 路上小花怀疑小丽被咬伤 拿枪指着小丽 自己却突然变移 被小丽砍死 小丽一拳一拐地走出道马路 却被开头的那个鸡老司机撞死 故事结束 这是一部有美女 有大长腿 有血浆刺激的团灭酸爽逼机片 撇去像沙发作点一样 假的要死的海铃 这部片全程看起来 还是蛮过硬的嘛 最爱放弹不羁的小姐姐了 李星 好的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